三屆為其名人賽正式展開 又堪稱是當代最強棋手的徐浩鴻 對上七番魔王林君彥 又別於其他挑戰賽 冠軍可以直接晉級下一屆決陣 名人賽並沒有所謂衛冕者優待 也就是說 儘管是上屆冠軍徐浩鴻 也只能保留在本賽32強 從頭和各路好手競爭對決 因為這個比賽 每屆都是從一開始開始下 所以上屆冠軍也沒有什麼優待 所以就是每次比賽都一樣 就是從第一輪開始好好下 然後也下到決賽 決賽就盡力發揮 兩人一路過關斬將 停進最後關押階段 不過過去包括2018年的騎王賽 又或者是2020的名人戰 都是林君彥斬得上風 對於徐浩鴻而言 二連霸之路也變得更加辛苦 林君彥九段是 他是第一屆名人 那徐浩鴻是第二屆的名人 林君彥他在七番棋的部分特別強 那徐浩鴻雖然是他拿台灣國內很多頭銜 可是七番賽的裡面 都沒有贏過林君彥老師 所以希望這次的那個對局 這個是應該是最大的看頭 也應該是我心態 調整得非常好 對 因為七番自勝 然後我會覺得說 不會像每一排下的壓力都那麼大 就例如說 這些輸的難免關機又還沒結束 所以我的期待算是調整得還不錯 對 那這個對比賽也滿有包足的 最終歷經將近七個小時的對決 恭喜持白旗的徐浩鴻在七戰四勝制的比賽中拔得頭籌 不過就像剛剛林君彥說的 今天也只是第一場而已 七番魔王的魏力 接下來的比賽 徐浩鴻還是不能大意 馬圖一臺採訪報導 好